北京时间10月14日,中国女排结束了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任务后,全队可以进行修正,国家队的比赛任务暂时告一段落,球员们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,在过去的一个阶段,中国女排确实非常疲惫,从年初封闭集训备战女排国家联赛,再到备战和参加奥运资格赛杭州亚运会。 这连续密集的赛程任务让队员们身心俱疲,球员们也需要用一个假期来好好恢复身体,从而更好地为巴黎奥运会蓄力。 东京奥运会上,中国女排没有能够小组出现,创造了中国女排历史上奥运会最差战绩,所以说新周期蔡斌上任之后,大家对于中国女排有非常高的期待,大家也希望重建之后的中国女排可以重返奥运之巅。 巴黎奥运会上努力冲击奖牌,最终极的目标还是要冲击金牌,但是想要冲击金牌,确实还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,毕竟中国女排主观客观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。 首先来讲,主观方面,我们需要李盈盈、袁新月、龚翔宇等核心球员保持健康,巴黎奥运会之前不能够有任何严重的伤病出现,此前密集的比赛,几个核心球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,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。 我们希望这些主力球员快速摆脱伤病,这也是中国女排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冲击冠军的核心竞争力保障。 其次就是,朱婷务必要在巴黎奥运会回归,增加中国女排进攻端火力。 其次客观方面,中国女排在新周期的国际赛场上一直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,这道坎其实就是一支球队,在国际赛场上每战必败,让中国女排已经有了心理阴影。 这支球队就是马赞蒂领衔的意大利女排。 所以说,中国女排如何击败意大利女排成为了一个新周期的课题。 中国女排打其他世界强队反倒不怕,但是唯独意大利女排成为了我们迈不过去的一道坎,这也让郎平朱婷等人也很犯愁。 毕竟这道坎迈不过去,中国女排奥运会上很难有大作为。 事实证明,意大利女排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却率先自乱阵脚,意大利女排官宣了换帅决定。 主教练马赞蒂结束了执教意大利女排的七年生涯,卸任之后意大利女排需要更换主帅,完成队伍的重建。 距离巴黎奥运会开战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,留给意大利女排的时间不多了,他们新的教练组需要调整球队的阵容框架和技战术打法,一切都需要重新来过,或许会严重削减意大利女排战斗力。 这个消息无疑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绝对是意外之喜,让蔡冰梦想成真,郎平和朱婷也都等到了这一天。 看到意大利女排自乱阵脚,这对于中国女排是一个重大喜讯,我们最头疼的一个对手完成自爆,中国女排巴黎奥运会冲击金牌在天胜算。